来源 第一财经 12月19日 小米集团发布关于小米汽车相关恶意泄密及谣言的声明 2023年11月和12月 小米汽车部三名前员工于在职期间以收取咨询费用为目的 未经许可 擅自参与外部券商 投资机构组织的所谓小米汽车研讨会 依照传播大量错误 不实信息 严重误导市场 扰乱小米汽车正常业务开展 小米称 以上三名员工 基于某某前电工系统与软件团队员工 施某前冲铸工艺团队员工 张某前量产质量团队员工 严重违背小米集团员工行为准则及公司规定的保密义务 小米集团已对其做辞退处理 永不录用 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 小米集团表示 对组织相关活动的券商 投资机构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自雷军宣布 小米进军智能汽车行业以来 小米汽车的动态一直颇受关注 今年10月 小米总裁卢伟斌在高通骁龙峰会上透露 小米汽车也将在明年正式发布 小米创始人雷军也在微博上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 小米汽车目前进展非常顺利 明年上半年正式上市 今年11月15日 工信部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377批 小米汽车赫然在列 公告显示 小米排纯电动轿车产品型号为BJ7000 BWR BJ7000 BWI 企业名称为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这也意味着北汽越野车公司成为小米汽车的代工方 陆列工信部申报目录 也意味着小米汽车拿到了准生证 昨天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抽签 掌握包围 以为北京汽车走外来纽线 我实在口令 GN汽车 他方法文件事 你 association 我应该快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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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